各位澳三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今天的澳台有道 我是高颂玉 前段时间呢 就也就在一周前了 澳洲的Domain的报纸呢 曾经报道了 京东集团CEO刘强东的妻子呢 张泽天是在近期呢 折价出售了在悉尼的豪宅 这个在15年4月份 刘强东花了1620万澳元所买下来的豪宅呢 是在近期呢 是1350万的价格进行折价的出售 那么在过去的四年当中呢 可以说这个豪宅是亏损了 17%左右 这个消息呢 曾经一度呢 在各大媒体上进行曝光 大家纷纷表示感叹呢 然后张泽天呢 这笔投资呢 进行巨大的亏损 事实上呢 也的确是这样 但是同时呢 其实可能各位也没有看到呢 或者是你已经了解到 其实张泽天在澳洲 是有其他的投资的 那么权衡之下呢 其实张泽天在澳洲投资呢 还是真的是不错的 今天借着机会呢 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张泽天在澳洲的投资之道 那么的确 我们刚刚所聊的地产的市场呢 坦白来讲 非常的差 可以说 在过去的整个的15个月当中 澳洲的房价一直在下跌 其中悉尼呢 在过去一年呢 已经是下跌了9% 那么这个 这次呢 在进行出售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说 张泽天也是在市场 在持续下跌的过程当中 进行一次的止损 那么虽然是说 我们看到他们的房子的投资 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但是在股票市场上呢 张泽天的投资 确实是非常的亮眼的 在2017年1月份的时候呢 当时有家公司叫做BOBS 在澳洲呢 进行了是借壳上市的一种方式 以当时0.1 也就是一毛钱 澳元的价格进行上市 这只股票呢 曾经在一年当中呢 几乎上涨了10倍 达到了1块钱澳元左右 这家公司呢 是一个高端的洋奶粉的品牌 同时呢 也经营有机的米粉 以及有机的果泥 那么这个公司在进行 借壳上市之后呢 可以说进行了一系列的 中国战略的一些操作 那么我们看到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 该公司的收入呢 已经是达到了2100万澳元的价格 增长了5倍之多 而其中中国的销售增长了22倍 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 是靠中国的销售呢 推动了这家公司股价上涨 在这段时间之内呢 在上市的时候 我们看到张泽天旗下的公司 Netstep Global呢 是当时持有17%的股份 那么在最新的股东的列表当中呢 我们看到这个股份呢 已经下降到了1.93% 仅仅是排在了第九 可以说可能在10倍上涨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张泽天的奶茶妹妹呢 已经是赚了不少的资本 然后已经开始出售了自己的股份了 其实呢张泽天并不是只投资了这一家公司 我们其实看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媒体上也有报道 其实张泽天在红杉啊 在增格基金都有进行过学习 其实投资了 比如说像大家耳熟能详的Uber 以及说像是Inwait Inwait茶 以及他一些文化的公司 张泽天都是有很多的布局的 可以说从名人的角度来讲 或者说从投资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把自己的资金投在一个资产当中 的确是比较大的风险呢 因此可以说张泽天还是比较聪明的 把自己的资本呢 是分散在了不同的领域的当中去 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事件的亏损呢 就进行可能更多的大肆的负面的宣传 的的确确张泽天在澳洲的投资 从现在情况来看还是非常的成功的 那我想在最后节目结束的时候呢 也想可能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您对现在澳洲投资市场的一些看法 您是否认为地产或者是股票 会是一种更好的投资方式 或者说两者都是 那么往未来我们去看12个月的情况下呢 您对澳洲的股票市场 或者说您对地产市场呢 哪个市场呢 或者是更加的看好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看法 我们也会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呢 未来的给您带来更多 有关于地产和股票方面的一些消息 这就今天给您带来的节目 然后谢谢您的观看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